上次拍完那個打包影片之後呢 發現就是還蠻多人喜歡那個影片 這次剛好換了一個小一點的背包 明天有一個三天兩夜的行程 所以這次就來打包這個新的背包 那它的容量是35公升 這個背包呢跟原本那個hyperlite 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背包呢它是沒有背架的 然後容量更小它只有35公升 所以我今天就來挑戰一下把我的三天兩夜的裝備 包含帳篷然後還有其他所有的東西 看看有沒有辦法成功塞進去 那一樣呢 它這個背包一樣也是上面是roll top 就是用捲的方式 那一樣我會先把側邊的束帶都先鬆開 側邊的束帶都鬆開 然後雖然這個背包比較小 但是我還是會習慣把在打包的時候把上面的部分捲下來 因為我還是覺得這樣有點長 那這個背包呢它就是非常簡單 它裡面是沒有任何的防水貼條 然後也沒有任何的隔層裡面就是什麼都沒有 好 那一樣就是最底部呢一樣是放睡袋 然後跟我到營地才會用的保暖衣物 那一樣是防水打包 那一樣是防水打包 拿一個塑膠袋 它最底部就會是我的睡袋 好看 一樣呢我的保暖層 我也會一起塞進去 睡袋這一層塞進去之後呢 我就是先把這一層往內塞 我習慣還是分兩個大塑膠袋 就是 嗯 因為這個背包裡面是沒有隔層的嘛 所以我就是用塑膠袋來做隔層 這一層就結束了 接下來呢 就是會放 我的 呃 備用衣物 還有 我的鍋具 我的帳篷跟食物袋 一樣就是比較重的東西 放 欸等一下 東西已經是重了 我的睡墊 因為這個 這一個背包是沒有背板 也沒有背夾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的睡墊就很重要 睡墊的話 嗯 我不會放在 收納袋裡面 可以去看 之前的那個影片 對我都有說明 就是 我的睡袋跟睡墊 我都不會放在收納袋裡面 因為收納袋它是另外一個重量 而且 嗯 這樣子的話 使用上我自己覺得比較方便 就是不用再多一個時間 要把它從你收納袋裡面拿出來 然後 早上起來的時候 要把它 完整的收好 放進去收納袋裡面 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那 這個 這個背包呢 一樣 我也是把它放在 背包靠近背的地方 把它當作 背板 上次應該有看過 裡面就會長 裡面就會長 這樣 接下來就是第二層 可以拿小一點的塑膠袋 就是我剛好手邊 只有這麼大的 而且它透明的 所以 比較方便看到裡面的東西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 備用衣物 那 三天兩夜的行程 我這次只有帶 看一下 一個毛帽 然後 一雙襪子 備用襪子 然後 一個頭巾 一件 褲子 跟一件 衣服 因為我這一次是 這一次是走 淡然 古道 沒有要去百月 所以就是 會比較 比較輕鬆一點 那這個 就是放在 靠外面的地方 然後 鍋具 鍋具 上次有看過 鍋具裡面就是 會有我的 瓦斯 餐具 打鼓肌 跟 好 好 上次有人問說 就是看著 之前的那個打包影片打包 發現還是有點困難 還是需要練習 沒錯就是 你每一次在打包的時候呢 你都會越來越熟練 然後經過每一趟的行程 你也會知道說 什麼東西 放在哪裡 你比較方便 那 我的方式是 最適合我的方式 那 每個人可以 試試看 如果你還沒有找到 自己喜歡的方式呢 你可以先 參考別人的方式 那 每一趟行程之後 你可以自己去做 調整 不可以咬成日 接下來呢 好 我的 比較重的東西 行動電源 什麼呢 怕弄濕的東西呢 就可以 把它 包起來了 接下來是我的 食物袋 那這一次就是 只有 大概是兩片半到 三片左右的時間 所以 剛量了一下 食物袋大概一公斤 那 放在 比較靠 背部的地方 那 這個是我的帳篷 可能 在 打包的時候 你會發現 上次有人跟我說 就是 發現就是睡袋 不要裝在收納袋裡面 然後 直接打開 塞在底部 覺得那個方式很好 只是說 在 打包的過程中 發現 有一點難 怎麼說 有一點難 就是要 把它 往下壓 那其實你在 打包每一層的時候 你都可以稍微 就是 再把它往下壓一點 接下來 嗯 我的杯子 在裡面 這一次我會先把 雨衣跟雨褲 放在 內層的最頂端 那 因為 因為 天氣 現在天氣比較涼嘛 那現在還不太確定 嗯 天氣怎麼樣 那 最好還是放在自己 如果 下雨機率比較高的話 最好還是放在自己 方便拿去的地方 那我之前 上次是放在外面 那其實 放在外層 跟放在最上面 都很方便拿去 那就是看 看自己 使用上的習慣 那我這次是把它放在 背包裡面的 最上層 這樣 嗯 背包的捲法 你要往前面捲 或是往後面捲 其實都可以 看自己的 使用習慣 好 這一次呢 我前面會放一件 比較薄的風衣 因為天氣 現在天氣比較涼 然後 因為淡然 就是要先搭火車嘛 那 如果在搭火車 或是在等的時候 比較 冷 也可以 先穿一下風衣 好 然後 我的 獅子巾跟衛生紙 衛生紙 我是先 都把它先 包裝都拆掉 然後 全部都折好了 然後這個是我的 我自己把它剪成 比較小條的快感毛巾 然後 頭燈 因為這次不確定 會走到幾點 所以 頭燈 我也會先 放在外面 比較好玩的地方 那接下來 側邊 側邊呢 側邊的話 先看一下肩帶的部分 肩帶呢 因為我一邊會 掛 媽媽 一邊會掛相機 然後一邊會放 嗯 700ml的水 所以 我的 相機的話 喵喵 喵喵 乖 相機的話放這邊 然後 這邊會放 700ml的水 所以我另外一個水瓶 我就 嗯 相機我可能會一直拿起來 所以另外一個水瓶 我可能就會放在 這一側 那 讓 重量比較平均一點 然後這個是 水袋 2公升的水袋 之前可能有介紹過 就是我們在 PCT的時候 都不是用這個 1公升SmartWatt的水瓶 那 可能 大家就會 嗯 很想要去找 或是去找到方式去買這個水瓶 那 其實我覺得說 不一定需要 因為呢 其實 我們需要 這樣子的水瓶 其實是因為放在 飛包兩側的 它比較 細 平身比較細 然後比較方便放之外 另外一個 特點就是 它是可以 直接接 這個濾水器 就是 所有的濾水器 那在我們 需要節省時間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拿 SmartWatt的水瓶 直接去裝 吸水 然後 嗯 就是裝了就走 然後就 直接喝這樣子 那 嗯 其實我覺得 在台灣 不一定需要 這麼做 所以 其實說真的不一定需要 買到SmartWatt的水瓶 才是最好用的 其實 我們最常用的方式是 拿 水袋去裝 呃 需要過濾的水 然後 在水袋上面 裝 濾水器 然後 再 對著 乾淨的水瓶 然後這樣子去把乾淨的水 濾到 大的水瓶裡面 其實這樣子才是我們 最常使用的方式 所以 說真的 真的 不需要去執著說 一定要買到 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的水瓶 對 那 最近呢 就是 有 有網友分享說 在大賣場 有找到 就是 跟 這個形狀 非常類似的水瓶 只是說 它的 瓶口 比較短一點 所以沒有辦法接上 這個濾水器 那其實 其實這樣就已經 蠻好的 因為 其實 這個水瓶的功用 說真的 其實只是 它1000ml的容量 比較剛剛好 然後它細長的 瓶聲 就是比較方便攜帶 那水瓶就是放這邊 還有 液水器 跟 轉過來 水瓶 液水器 水袋 那 我喜歡就是 水 水的東西就是 放在同一側 比較不用思考 接下來另外一邊 這邊呢 我就是放 我的 台北克地布 然後 我的 清亮雨傘 可能會比較常用到喔 所以 放前面一點 然後呢 這是我的 銀釘 銀釘 我沒有放在背包裡面 因為我怕 會刺到東西 然後 就登三張 好 那旁邊再把它塑緊 好 好 那 大概是這樣就完成了 冷 那 我這次用的是 ZPEX的水瓶帶 有些人會問說 這個水瓶帶拿到怎麼裝 其實很簡單 一般的背包其實應該都可以 把肩帶 卸 卸 卸除 就是把肩帶這個 直接 打開來 大部分背包應該都可以拆啦 那 ZPEX的水瓶帶呢 它就是從底下這樣套進來 那上下各有一個 彈性繩可以把它固定 一般的水瓶 這個其實已經比較胖 那都可以放得進去 它這個還有一個好處是 你如果彎下腰要綁鞋帶 或是撿東西的時候也不怕會掉 因為它上面有做一個彈性繩 可以扣在頂口 這樣就不會掉 好 好 你好 你好 這是很棒 你好 你好 好